这盘棋讲解是2023年蒋川对连廷四番棋约战第四局 第一盘棋是连廷获胜 第二盘棋是蒋川扳平 第三盘呢蒋川又赢了 这样的话是2比1 那现在就看最后一盘棋到底谁能获胜了 开局是先之路对足底炮 五方加中炮 黑方飞向 蒋川最后一局选择飞边向 也是比较稳 对方掌局之后平炮 那黑方可以轻易的控制局面 因为他出局比较快 这个平炮的乞丐如何破解呢 你出局人家打出来了 你还得飞个向 本局红方蒋川是冲兵 黑方强行想控盘 红方就上去了 那黑方上马 红方呢上马想出局 结果黑方又出来了 这二红方出局以后 黑方是过河区 那这儿红方就对一下 你不对这局会吃双 所以这儿飞换不可 换完以后 黑方选择招法是掌局 准备赤马 那红方就踩掉 跟他换 换完之后 红方打了这么一将 现在红方还是先手 正常招法就过河区吃足 你进足打边足就可以了 飞向的话 这个棋看似先手 实则黑方有一个退局 对上先手的棋 红方如果打掉 那试掉 现在之后呢 这个棋到黑方走起啊 担心就得拘过来了 所以的话 红方他就想保这个中炮 黑方跑进一步纠缠 红方冲兵以后 拘四兼二去抓 那么这儿他得看住 然后呢 黑方选择招法是 竹鱼金 他主要是想上这个马 红方是平拘 吃炮 黑方就甩过来了 红方上马 那么这儿 黑方他是进足 希望你一吃 把中兵撤掉 跟住你 这个时候 红方如果退一步 会怎么样呢 黑方 他有一个吃炮 红方正常躲开以后啊 他这边有一个进足 你一吃他一向 就弹子炮了 就来碰你向啊 你要是直接强行吃的话 他冲过来 给你来一个交换 你不换也是丢马 换掉的话 这个棋 那平种上也差 反正这个棋结局就是黑方好下 所以呢 红方这棋他不愿意啊 这儿他先忍一步 黑方是甩炮了 红方落下 向我泡锅甩 看他们下几炮 黑方他一进啊 你甩炮给你来不及 他强行吃中兵给你换啊 那你要是打门弓也要打你门弓 你一打足腿一吃还是换气 红方这棋啊 应该会是稍好一些 但是呢 这个棋也不好赢 那么他决定啊 走一个居四推 吃炮 你炮一走踩这个炮 那对方就吃 这儿是一个 巧手啊 就是你现在如果过来给你对居 对完之后啊 那你就没起了 所以他走这边啊 不让对 那这样的话人家退抓你一步 你还得逃 这样的话他长起来 看着这边好像还是吃炮采炮啊 有狮子 其实黑方有这么一僵的好奇 电中炮采炮采炮啊 他退一步 形成弹子炮 这个就有意思啊 那么走到这儿之后啊 黑方啊 看着危险 其实红方把它没办法 如果你要硬冲 他有个浸泡的好奇啊 你现在这期如果正常走马 人家就吃掉你了 你要是吃人家 他可以至少打一僵啊 踩掉你 这个结局啊 踩着炮先手 将来他一调去吃马 那肯定是黑方呀 现在多足占优了 所以红方这种棋啊 看着厉害 他也不敢纠缠 黑方毕竟是人多是重了 他就换掉了 换完之后再抓对方 那么他就退一步 红方甩炮 暂时呢不怕 那黑方他退回 主要的目的就是 不让你炮 打足 那红方这棋就去对 黑方临场就对了 他主要是为了保护这个足 其实到这儿还是应该上马 红方到这儿还不能打 因为你打的话 人家一吃你不丢子吗 所以这个棋啊 应该是上马 临场的话他给换了 结果红方一吃 到这儿的话 人家底线要将军 下底炮还有吃马 黑方不太好应付了 其实黑方也不需要这么应付 进足就行了 那么你吃人家就上 你现在这个棋 将落势下去的话 他现在有一个马四退六 升根就行了 你顶多这边有打个式嘛 对吧 上了就行了 所以到这儿 人家巨炮足你巨炮 黑方是不怕你的 临场的话 这个棋 黑方他没敢这么走 他是先落势调整 认为你将军我可以落相 不料这个棋啊 怕什么来什么 你这么一走 人家一抓 你这儿一上 他开始将军抽你 如果不是肯定抽巨啊 那就落相了 结果巨八平六呀 他一手累啊 抓着马 这马肯定不能丢 退回以后杀一将 上来 回这个马主要是怕人家 将军抽巨啊 那红方就抓尸 把他赶走 击手巨 黑方不赶走 他只能选择一个退巨去报 到这儿也是很无奈了 接下来红方是正常飞相 你敢吃相吃你的马 你现在不吃的话 你都没法动 所以黑方决定飞个相吧 红方这棋 他就落个相 黑方的阵型越走越散 红方则是越走越好 然后呢 这个棋啊 黑方只好离开中路 找机会想上马 这里的话 他只好看着相不给吃啊 红方就甩到边线 吃另外一个相 那这棋 对方也顾不得去逃这个相了 否则的话 这个棋啊 那这儿啊 强行就吃足啊 突破 所以他决定就赶快上马了 那么这儿的话 就强行保住啊 其实这个棋也没用 这一将之后呢 认输了 因为现在这个棋下不去 就有上啊 他再顺手前样就不想吃了 不但丢了相 这个马还上不去 又被拉回去了 到这儿的话 只管吃就行 将来就靠这个边边赢你啊 这棋确实是尴尬 那一眼看这个棋抵挡不住啊 梁云亭只好认了 这盘棋啊 蒋川获胜 至此的话 今天晚上是3比1 蒋川战胜了梁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